人这一生中会遇到许多人 有些人可以牵手相伴终身 可是有些人却像是过客 来了又走 走了再也不见了 在恋爱中并不是在一起的男女 就必定可以走到最终 许多要素都会导致情侣之间或夫妻最终各奔虔诚 许多情侣一开始时轰轰烈烈 最终却是老实不相往来 下面这几种类型的男女 在一起最终也不必定可以走到最后 不管男女都要小心了 第一种类型感情慢慢变淡 两个人在一起纯属拖延时间 很多夫妻谈恋爱的时候感情非常好 但是结婚以后没有了浪漫 没有了激情 只有柴米油盐酱出茶的生活 再加上相对时间长了 双方最真实的一面都暴露出来了 可能有些坏脾气是对方难以忍受的 长此以往 在这样的生活中 双方的感情慢慢变淡 但是爱于世俗 爱于面子 还是要硬着头皮在一起生活 这样的夫妻生活只是拖延时间而已 第二种类型 两个人很少沟通 不能完全了解彼此 不管是什么关系的人 在一起生活 沟通都非常重要 尤其是夫妻双方 更是要沟通 因为夫妻双方在一起的时间比较久 肯定不会什么事情都能一拍即合 那么就免不了要商量要沟通 如果不沟通 难免会出现意见不合 会出现矛盾 长此以往下去 双方之间的关系会越来越僵化 最终很可能就会变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第三种类型 夫妻双方时间长了 看对方都不顺眼了 不是每一对夫妻的结合都是你情我愿 很多夫妻为了将就或者其他的原因才在一起 本身心里就有怨气 结婚后生活所适中 就更加对对方不满意了 这样就会抱怨生活 抱怨对方 甚至会觉得自己当初结婚的选择都是错误的 越来越觉得对方不是自己理想中的伴侣 越来越讨厌 时间长了肯定会分手 第四种类型 夫妻两人经常不在一起 作为夫妻是最常常的事情 就是一起睡觉 有肌肤之亲才能有助于感情的升温 如果你们夫妻经常分床睡 没有了肢体接触 也没有了睡前的聊天 那么你们之间的感情会慢慢的变淡 还有一些夫妻分隔两地 这样的夫妻沟通也不方便 也很少有机会过夫妻生活 时间长了 感情也就淡了 第五种类型 不管夫妻哪一方有出轨行为 这是一种最不能忍受的类型 其中一方有出轨对象 并且被发现了 有婚姻的人 却在和别人谈恋爱 婚姻对他形同虚设 就是一纸婚约罢了 或许玩够了 还有人愿意重回家庭 玩过火了 可能就重组家庭了